摩阴大盘思啊 你总觉得自己硬件钱人家也不拉紧 职业擂台 这个盘思好像打不过我 这盘思套路好多 把我神马拿来 让我先拿个速度再说 这是第一盘思 薛泥某直接换薛迷能冲死他不 我再不冲他要冲我了 把他直接诅咒之伤快给我干没了 冲总比不冲有机会先冲了 他的速度比我快我华士 打我901 不 我打他200血 第一盘思 我得承认还行啊还行啊还行 这为何他堵塌水风 我得催眠的催中 他再换宝宝 这盘思1100的法房用虚迷就别想了 进去 速度没他快没他风筝中法房还比我高 兄弟们对面的盘思生日快乐 第一盘思三维还可以啊 他那么到底带的是什么六康风还能是六法王 只能怎么说呢 耍把赖啊 耍赖师吧 假装掉下 就你虚迷多啊 咱的虚迷有点暴不动 暴动了神药了 我不信他还有虚迷啊 行牛逼 这只宝宝还他妈过来了吧清场 这个这个这个盘思啊我承认是打不过的 讲道理这个盘思真的没机会 来看一下刚才那个我们干不过他的盘思啊 他为什么这么猛 因为他带着全身的80级零食啊 伤害速度加封印 为什么要加伤害加速度呢 速度加封印伤害是为了平凯用吗 超级简易伤害速度加封印啊 这是盘思的超级简易武装也能用 灵士的话80级右边灵士超级简易 双法防御格党啊 极限抗性但是价格又比较低啊 双抗风双法防御格党 他的法术防御刚才咱们的虚迷秒他200多写 是因为他的法防有1170 帽子的话无级别永不磨损 加笑里仓刀腰带的话水清无级别加暴怒 鞋子的话15段的无级别放下屠刀无级别 盘思15段的无级别 武器高伤的加耐的无级别 盘思带的超级简易的灵士以后伤害1419级然后还能平坎 刚才他有一只宝宝特别的秀啊 灵刃带追击的 十三恶 资质爆炸的鸟人 4技能雷鸟人啊 4技能雷鸟人连击感知神幼加毒啊 4技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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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鸟人一个可以 这种书的就算是心服口服了是吧 这也算是正常他的宝宝更有花招更有套路 我突然感觉这个区的619级类才挺好玩的啊 4吸的高连宝宝虚迷根本就冲不掉 我4吸3吸避雷啊3吸避雷 刚才那只雷鸟人16技能 啊 好传统虚迷 哦这只就是刚才一回合的给咱们KO的那个零顺机的宝宝啊顺机的宝宝 这只是啥玩意啊1685的 顺机 顺机 顺机避雷啊 鸟人啊 啊这个区内台619级还挺有意思的啊挺有意思的啊 他这个盘斯 有人能干他吗 物理系肯定干不过了我感觉啊 物理系会被他直接封死然后你把他封死以后雷台不能吃五龙蛋然后比拼宝宝你宝宝拼不过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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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